因为抑郁症患者他们会散布很多的负能量 那如果在他们的身边 或者说如果你接触到他们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排泄 因为那个负能量势必会影响到我们 这个会的 但是比如说 医生 比如说自己的心理还不够强大的时候 如果接触了太多太多的负能量的人的话 那会受到一点影响 但是自己需要一些防备的方法 那就是禅修 自己平时禅修 禅修完全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强大 所以这样子以后 你平时接触一些有这样子负能量的人的话 平时也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禅修 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慈悲心 平时你就是有修这两个 那么接触了再多的负能量的人 也不会受到影响 自身的这种修炼 是最重要啊 对我现在还会发生你 这体会是否有这样子负能 也不会 Steak 都是 费 感谢观看